你的解决办法 我跑步6000多公里 从未受过伤 非常管用 重点是你也可以完全做到 尤其是大体重的朋友们 解决方案的清单 我放在视频的末尾 第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跑前不做热身 热身真正正正的作用 是帮你心肺提前热起来 然后让你的肌肉 避免拉伤 同时呢 要把关节的凝活度打开 避免扭伤 六个经典的热身动作 大家提前收拾好 第二个原因 就是落地时膝盖打直 我们的跑步时 落地瞬间膝盖打直 对膝盖的伤害真的非常大 会导致你的膝关节 直接受到身体重量 三到六倍的冲击力 膝盖受伤的可能性 高达90% 而正确的做法是 在任何时刻 落地时你的膝盖 都应该保持微弯的状态 那么膝盖受到冲击力 会极大的减少 第三个就是体重技术过大 BMI大于28的朋友 不要一上来就跑步 心肺差 肌肉力量差 关节凝弧度差 然后你的体重技术还大 那么你的受伤风险 就会远远高于正常体重的朋友 正确的做法是快走 它的安全性好 而且减脂效果一点也不差 具体可以查看我这期视频 第四个原因是 关节软骨营养的缺失 那么关于骨关节的伤痛 90%人是只知道补钙 可是我们的膝关节 不只有硬骨还有软骨 补钙只能帮助我们修复硬骨 那关节软骨受伤怎么办呢 答案是补充安糖 我过去讲过很多次 安糖是我们骨关节软骨 和关节怀烈的重要组成元素 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它的流失速度会越来越快 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外补 才能保持你的膝关节的健康 受伤的第五原因是跑量过大 很多朋友看到别人动辄 越跑量200公里300公里以上 心里也想挑战 特别着急 想快速提高成绩 结果的带来的只会是受伤 而正确的做法是 跑量的积累 一定要遵循循序渐进 即使是精英跑者 刚开始也是从35公里开始的 忘记跑量 回归你跑步的初衷 是我更建议的方式 第六个受伤的原因是 只跑步休息 你是不是天天跑步还不休息 跑步的好处确实很多 但如果你跑步过量 给身体会带来很多坏处 疲劳会悄悄累积 那么受伤的风情会急剧增大 正确的做法是 初跑者有天跑 有经验的跑者 你也要一周休息 至少一到两天 然后每周的跑量低增 不超过10% 这六个结果 只要你掌握好 保证膝盖健健康好 跑个1000公里 不在话下 如果觉得有用的话 记得分享给你什么需要的人